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问说 跟这个斯诺顿教授说 你这个多年前不是警告过 或者说议员会有大瘟疫的流行 他说好像人们都不相信你 他说他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Cassandra 就是讲的话没人相信 这个典故是这样的 Cassandra 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女预言家 她预言都会命中 但是上帝给她一个能力 预言将来发生事 但是上帝不让她 让听的人不会相信她的话 所以最有名就是托尔伊成 希腊人是攻击托尔伊成 后来有 攻了十几年 攻不下 后来用过方法 他们里面有一个将领叫Odysseus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个木马 所以有个叫做木马屠城记 木马里面有藏了很多希腊士兵 这个托尔伊成的人 就不相信里面有那个士兵 就让她进去 后来进去以后 那些希腊士兵就冲出来 就把这个城占领了 这个就是Cassandra Cassandra意思就是说 你有一言能力 但是人们不会相信你 他讲的就是说 就像那个气象学 那个科学家一言说 在加勒比海会有个预风 其实我们讲就是台风 但是说 这个他本的一个预言就是说 这个预风 台风 什么是味道 它的威力有多大 那主要就是说 你要去准备嘛 我想这个事情 这个亚洲地方叫台风嘛 一般台湾啊 这个日本啊 都有准备嘛 每年都有嘛 所以就是可以把这个灾害 减少到最低限度嘛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最重要 这个台风也好 飓风也好 这个 这个瘟疫也好 最重要就是预防了 准备了 有好的准备 他讲说 在1347到1743年之间 鼠疫啊 杀死了意义的欧洲人啊 那个The Speaker 你问他说 中国啊 会不会因为这次新冠病也啊 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啊 他就讲到美国啊 美国 美国啊 就是他说 美国为什么成为超级强国 他说因为黄日病啊 怎么说呢 呃 他说这个 在这个 呃 1800年的时候 海地啊 曾经是这个 呃 法国的殖民地啊 呃 所以现在海地好像都讲 讲 讲 讲法文了啊 啊 当时 那边 法国人用那些奴隶啊 开垦那个 甘蔗田啊 啊 赚了一大笔的钱啊 啊 啊 赚了一大笔的钱啊 后来这个奴隶啊 造反 这个拿破仑就 就是派了六万军队去啊 镇压啊 啊 但是 有一般人就用黄日病啊 死掉啊 所以大概一八零三年 还有就是一八零三年的时候 老婆呢把 路易斯安那座啊 原来 路易斯安那座啊 是法国的 啊 卖给这个美国 后来美国就是因为那个路易斯安那座 他的领土啊 啊 原来最先的时候 美国就是在东部啊 后来是慢慢慢慢向那个西部扩展嘛 是吧 所以后来美国就是 就是领土扩大了一倍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步 就是美国 就是一个重要点就是美国朝向 抄与大狗的这个重要一步啊 还有一说 他说 像希腊也好 罗马也好啊 就因为瘟疫的关系 他这个衰 衰 衰败啊 好 还有就是 拿破仑不是去曾经攻打过俄勒斯吗 他说 这个教授说 说 这个拿破仑军队啊 在俄勒斯战场 不是因为 主要是打吧 主要是受到什么呢 受到 受到这个 瘟疫的害处啊 就是因为伤寒啊 啊 因为 这个什么腹泻啊 那士兵死了一大部分呢 讲到说在1720年的时候 有条船从北非的利里航向马赛 马赛那时候它运载了一个很贵的布料 照理来说在航行图中已经有八个船员 一个船上的医生还有一个乘客 因为这个瘟疫的关系死掉了 照理来说他要到马赛靠港的时候 应该隔离40天 但是当地商人为了商业利益 把隔离10天减少了10天 结果造成什么呢 原来马赛市民有10万人 后来这个瘟疫的关系死掉5万人 这样子 还有在新冠肺炎期间 中国跟美国互相推伪 就是当替罪羔羊 美国就是说这个无疑从武汉发生的 中国就说你这个去年10月的时候 这个军人运动会的时候 有美国运动员把这个病毒败到中国去 他说在这种历史上 互相当替罪羔羊 以前就有那些妓女啊 犹太人就成为这个替罪羔羊 后来造成就说破坏妓女啊 破坏犹太人 那现在的话呢 就现在就很多不是这个 在欧洲的美国都发生了 就看起来像亚洲人啊 就被人严育攻击 甚至是个肢体的攻击 是吧 前代是美国不是吗 有个倒霉的一个缅甸人 看起来亚洲人被人攻击 是吧 这篇文章我就介绍到这边